欸? 喔!出現了! 嘿!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酸 好久沒回來玩新玩這把戰 這款台灣自製研發的手機遊戲 那因為之前工作比較忙 所以擱置了一段時間 那回來看之後發現 欸!出了新卡牌 然後這個是首席科學家 是一個人族的 算是傳奇卡吧 傳奇卡牌 那好奇就到他們粉絲團逛了一下 然後所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就目前的話 看起來是有些活動在做的 像這個 夏日邀請活動的友誼大作戰 然後有機會將iPhoneX帶回家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可以抽iPhoneX啦 那具體的活動方法 我就不介紹了 大家自己看一下 反正它講評有iPhoneX跟 10張的1000元7禮券 那友誼卷怎麼獲得呢? 等一下帶大家來看一下 不過我比較在乎的還是這個 首席科學家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來看一下影片吧 人族其實在 新玩生半戰來說 目前環境中 算是蠻弱勢的一張卡片 一個種族 算蠻弱勢的一個種族 所以 加上這個首席科學家 他是 只要場上 不管是敵我方 有人放法術牌 首席科學家 背後的能量包 就會蓄力 然後直接 對主塔發動攻擊 感覺很OP對吧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人族的玩家 其實 之前打 不管是魔族還是幻族 都覺得很吃力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那今天準備了一些寶石 要來抽啦 那我們來抽 抽看看 上次 有一張卡是妖狐 九尾狐 九尾狐 九尾狐我沒有抽到 但是我剛剛 收集素材 然後合成了一張 九尾狐 也算是合出來了 今天剛拿到 等一下有機會給大家展示一下 好刺激了 來三二一 開箱 啊不對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剛剛友誼圈的部分 在禮物這個欄位 然後進去欄位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幸運轉盤嘛 這邊就是可以抽獎的 只要 友誼圈有 你看右上角這個地方 我現在387張 友誼圈你就可以抽獎 然後 具體 你可以獲得多少友誼圈呢 他會分引導人推薦人好友這樣子 那 假設當初你是 就是 我推薦來玩玩遊戲 你可能有點那個連結之類的 那 我就會是你的引導人 這樣我 解完每日的任務 就是實行寶箱任務 你可以獲得 呃 九成五十 因為我現在九階嘛 就四百五十張的 友誼圈 因為我是引導人 那 你 等於是我的推薦人 因為我推薦你來玩的嘛 所以 如果你打完實行寶箱呢 呃 呃 我也可以獲得 二十五乘上 九 假設你是九階的話 的友誼圈 所以 呃 算是 互利互利啦 我做引導人我提供的會比較多 所以我會 呃 好好做好引導人的角色 呃 讓大家多拿一點友誼圈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的粉絲團資訊嘛 就當作來抽看看吧 試試手氣嘛 呃 也可以抽其他7倦 而且 我想這個 現在知道這個資訊的人還不太多 因為我看 粉絲團留言數相對 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機會應該還蠻高的 那我們還回來抽這張首席科學家 希望可以抽到啦 來吧 三千九 準備 三二一 開箱 好緊張 五千三百張的心殺 上次妖狐沒抽中 讓我相當的殘念 四七八張的小雞 一二四張的巨斧蠻牛 一張的小鳳凰 小鳳凰還OK還不錯使用 好暗殺部隊 呃 我發現他的這個 介面 UI 或是美術風格 都有在重新設計 這張是精靈長老 新卡片 呃我沒有玩過 等一下酷舉可以 換人組的時候來試看看 領航者 好 領航者還不錯 欸 所以沒抽中 可惡 好 看來我正好再挑戰一次了 我現在還差 呃我要再抽一次的話 我還差 兩百張的 兩百顆的新陳詩 嗯 兩百顆 好 為了 為了這張熟悉客家 好不好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 等我一下 我馬上回來 Q 最後一次機會了 如果 如果沒有中的話就隨緣了 沒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還是可以玩其他的 九尾狐嘛 好再一次 加油 來吧 開箱 五千三百張的新殺 呃 四七六張的 歇服 快一點給我 我不要這個 不要冰掌 給我科學家 電禽術欸 這是 人組的吧 好像可以把 任何東西變成 豬 不然它是什麼單位 喔我覺得有不好的預感欸 怎麼辦 我不敢點下去了 高能衛星砲 巨速靠 好 看起來是沒有 因為如果是 黃氏戰爭的話 最後一張應該會閃閃發亮 喔出現了 喔原來 原來我誤會他了 好開心喔 我得到了欸 怎麼 沒辦法 隱藏心中的興奮感 等一下 我趕快拿出來玩 太開心了吧 欸 我要換上他 我要換上誰呢 等一下喔 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簡介 資訊 特能 現在敵方釋放法術時 也能夠產生能量脈衝彈 直接攻擊 最近的 敵方核心單位 好 感覺很OP 但是因為他特能啟動 需要其他材料 所以 估計這個特能 我們就不用看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應該要盡量 釋放法術囉 盡量釋放法術 這張卡他就會強 所以我應該帶上一些 小費用的法術 嗯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不斷的不斷的 好沒關係 我覺得兩張法術還是極限了啦 不能 不能為了貪而貪 所以 我們還是把 犬勢 啊 妖狐我們一起用上好了 兩張傳奇卡 好 這張是九尾狐 九尾狐之前沒有抽到 比較殘念 這次有了 這次有拿到 我們就來對戰吧 來 試一下 試一下這個人類科學家 好有了有了 進來了 好也是人族的 好人族他的特色呢 就是他可以 埋伏 所謂的埋伏是 西亞沒有的功能 他埋伏等於是 算過牌啦 過牌 糟糕 九尾狐可以吃掉他嗎 好這邊火箱手 好然後火鳳凰因為死去之後 還可以變成一顆蛋 所以 我覺得 有保護到蛋嗎 好沒有保護到 好可惜 有點嚇得太慢了 就火鳳凰死去 他跟 他是 可以再 他可以再積累 就是 可以重新複製出來 如果沒有在時間內 把這個東西 打掉的話 喔很強欸 人類科學家這樣子 瘋狂的輸出 好我們用領航者 擋在前面 人類科學家超P啦 他超OP的欸 但是血量很少 所以你可以把他想像成 是一個 火槍手 射手 然後我來準備 發出一顆火球試看看 我覺得 對方是滿滿的壓力 火球 沒東西砸 好人類科學家 好人類科學家 單就 單體傷害就 已經很猛了 已經 好把他炸掉 炸掉之後呢 直接會 對 主堡 施放攻擊 喔 主堡 手機科學家整個是 輾過去欸 喔怕火球 怕火球 好像快可以掉了 608 我可以直接用轟的 來喔 直接用轟的好啊 30秒 直接用高能衛星炮 他有點類似火箭 哇好猛喔 直接炸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耶 太強了 太強了 我要把這卡牌伸一伸 這樣子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 恩 高能衛星炮的 傷害是 171 然後 468 打塔 好 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所以 王主也可以用 手機科學家嗎 不行的 沒錯 這個手機科學家 是人族專用的單位 那 跟九尾妖狐不一樣 九尾狐他 他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大家的好朋友 好我們來試 再試一次人族吧 畢竟這張卡 這麼有趣 再一次 對戰 感覺他那個傷害攻擊力很高 而且才三費而已 三費攻擊力高 攻速也還蠻快的 看看可不可以對到王主吧 十對頭 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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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魔族不好打 好這隻是幻族 好長一個 光能衛星炮 完蛋 巨術炮要來了 最後光能噴一下 直接炸掉 然後再買一張 反正我要打防守反推 可以 火球這個位置不錯 沒有任何問題 這邊感覺可以壓一波 太多了 我覺得 剛剛那個火球下去 水費上是 應該領先算蠻多的吧 這邊手機科學家下來 完了 要被砍掉了 要被直接砍死了 好可惜 然後 有抵抗者 坦住了 然後巨衛狐來 做解 剛剛這個 有保護到手機科學家 還不錯 巨衛妖狐跟人類科學家的搭配 就可以 有點類似藍胖的效果 把東西往後推 這樣又可以 再守護一次 然後再往前推 哇可惡 猜錯邊了 幻竹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 有兩座塔 但是不確定哪一座才是本尊 有座可能打到分身 那如果我猜錯呢 猜到的是分身 就會很虧啊 因為 花了這麼多氣力 打出來的傷害 結果打的是一座假的塔 那這樣就代表 左邊那座是真的 我們現在可以全壓了 來吧 恐怖的 來了 好 還沒有 我們現在還 火球 再等一下 好 直接用砸了 這樣子的話 人類科學家還可以 對塔 自動會有一個蓄能的效果吧 然後這保護者可以合體 跟 這個 飛行者 飛行者在天空飛的飛行者 合體 合為一體 然後這邊我們 右邊再上一路 然後 加上九尾符 直接擋不住 各種擋不住 直接擋 擋過去了 會不會太強 真的太強了 太強了 我們領一下成就 殭屍 還可以 彩蛋兔 先撫 先撫酷熊 美術風格有幻 跟之前不太一樣 看起來是 對比度 也比較高一點 人族 這樣或許 就可以獲得新生命 看可以遇到魔珠 來報仇一下 有了 這個 我覺得人族 不太好對付的魔族 先藏一張單位吧 我們買一個 這個等下可以高能衛星炮直接炸掉 欸 我好像沒有 比較好對付她 角色欸 吹 糟糕 好像沒有吹好 糟 沒打好 沒打好 沒處理好 好 對破看可不可以退回去了 這個火球 很歪 火球 準備一下 火球 準備一下 嗯 我的內科加還不錯喔 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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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火球 一出去之後馬上就可以發動 對塔發動攻擊 還不錯還不錯 我覺得直接推掉 啊這個火球可以 我 東京熊不見了 還送了一個 鳳凰過去 武器 火球 博球 靚 人類就是要打防守反擊了 來喔 感覺他要過來了 送你一顆 手榴彈 蹦 可惜沒有砸到這個犬式 不然剛剛那一發高能攻擊爆是很猛的 然後火球 火球下去 他又可以對王偷襲 後面那顆蛋不好處理 把它解掉 他又復活了 可惡 但他來不及了 嗯 嗯 全是跟 人類科學家這兩個傳奇卡放在一起很OP 好欸 三前剩啦 好直接退到2800看可不可以 再來一場 好又是人 又是魔族 我覺得可以喔 先買一個領航者 買一個大費的 等他過來 高能衛星砲直接砸嗎 要這麼衝嗎 先不要好了 好 然後龍寶對龍寶 鳳凰對鳳凰 這樣的話 反正鳳凰還有一命吧 即使死了也沒關係 好 高能衛星砲這時候就是要砸這裡啦 好可以直接對王進行輸出傷害 好 完了 左邊怎麼辦 被漏掉 我覺得這邊我累積了兩隻的兵力應該可以推看看 試著推看看 這樣子壓力比較大一點 好我要準備噴火箭了 高能衛星砲 直接打下去 還可以偷吃王的豆腐 啊可惡 失去了 九尾狐都沒有打到東西耶 再一發 好 四百多滴 那還可以吧 好把他拉過來 可惜這個 龍寶寶沒有拉到 好再送他一次高能衛星砲 等一下好了 等他的 等他的 仗掉的時候 然後 然後順便再擺出首席科學家 這樣可以 打出額外的效果 一定不要是這樣子 好他的仗差不多了 欸 10%電力 危險 可以喔 瞄準了 直接 唉唷他又 他又補上了 聰明 好這波大的推進要來了 直接送火球 然後 又直接一個 首席科學家又可以直接帶來 立即性的傷害 讓他要跑也跑不掉了 我們這邊還可以再狙擊一次 直接轟掉 哇太強了太強了 直接要推過去囉 還有火球 別跑 抓他一個位置 哇 我們真的要變成 魔族殺手了 還有寶箱 耶 魔族三連勝 我們這邊分數 來到了2821 好再來吧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覺得 這樣玩人族好爽喔 體驗到以前 完全沒感受到的那種感覺 以前那個 因為是三塔 但是人族的三塔 其實位置分的還蠻開的 沒有辦法很有效的運用 那對上魔族這種 可以移動的跑來跑去 其實要狙殺不太容易 那現在多了這個人類科學家 就可以多一點玩法 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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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的方式 又來了 好 九尾狐幫忙拉一下 好 九尾狐幫忙拉一下 好 應該還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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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應該還行吧 趨速炮真的是 手機可以叫他殺手欸 好 一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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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個在前面的 彈一個彈一個 保護者彈一個 這樣可以 希望可以保護到手裡科學家 人類科學家才對 好 有點感覺這波推進 有點要推進去的感覺了 好 兩個領航者 這個壓力是很可怕的 好 水費已經壓進了 我這邊也只能 看著 一切的發生 好 看起來 右邊很有可能是 真的嗎 火球 不用 好 果然 猜中了 那這樣子 直接一波黏進去來 好 我們 手機可以加 然後左邊 射程很遠 哇 各種 免壓耶 好 再來抽到一張 很OP的 很OP的卡片 耶 拜拜 50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今天剛好給大家 回顧一下很久沒玩的 新華三八戰 那 回來玩一下 發現一些新卡牌 挺有趣的 可以再來 體驗測試一下 那尤其是我之前是玩人組 我現在 抽到手機科學家 不對 手機科學家 這樣子我又可以再 繼續回來 玩這張 這一個種族了 我之前是因為手機 人類 人族實在太弱 我跑去玩患族 那現在這個 人族看起來 應該是可以玩好一陣子了 應該可以推到 不知道我奔上去 然後 現在還有在抽 那個iPhone X 4月12號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一起來試一下手機 然後 順便幫我解一下禮物 我想要 我想要抽 要麻煩各位了 那當然 這個 我在解每日任務的時候 也可以幫大家 等於送友誼券給各位 就這個友誼券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鼓勵按通知的小鈴鐺 我是阿松 我們下期見啦 掰掰